這是左邊 右鍵起來 嗨大家好我是蘇瑋 然後我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之所以會站在這邊 是因為我剛剛完成我自己一個小小的夢想 那先跟各位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B96農化系 然後已經畢業兩年多的學生 已經畢業了的社會人士 對那我以前因為我們家是在做休息農場的關係 那一直在待在所謂的 所謂的事件會活動 那什麼是事件會呢 事件會就是一個培育青年農村學子 成為優秀的一個幹部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就是一個讓大家 讓所有學農的人可以有一個 就是交流的一個地方 很棒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大學參加了熱舞社 然後高中就一直有帶 帶一些奇怪怪的一些表演的一些遊戲這樣子 那還有參加所有的兒童營隊這個地方 那 好 這個 這就是一張 這個左邊那是我 右邊是我爸 那 這個其實是在講說 因為我 從我很小的時候 就是每到寒暑假 然後我爸媽就會 請一段長假 然後帶著我去台灣四處去旅遊 四處去遊覽 那到了我大二的時候 我大二的暑假 然後帶另外兩個同學 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是繞了台灣一圈 然後就開始在思考 就一般環繞方式 是不是都是 看看風景 然後吃吃東西 讀讀那邊的歷史 甚至打卡拍照紀錄 跟給大家按讚 這樣就過了 那有沒有一種方式 是可以 花更久的時間 然後去各地交朋友 其實我很久 從我小的時候開始 就是參加事件會也好 參加熱舞社也好 參加劇團 參加合同營隊也好 這些東西都是 我希望可以 藉由這些方式來 交更多不同的朋友 那 從中就是 找到 就是更match的朋友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就是 認識很多人 對 志同道合 也不一定是說志同道合 因為 大家的理念一定都不太一樣 這是其實一個非常非常酷的時間 那 我就很希望可以 藉由一種方式 然後自給自足的 花更久的時間去 各地結交不同的朋友 於是我就開始思考啦 嗯 在當兵的時候 我就開始思考說 這個時候遇到的人生 第一個 初次會轉類點 那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到底要先就業 然後還是先完成自己的夢想 那當然 很多人那個時候 前一陣子很夯的一部電影 就是這個嘛 就是 今天以後不做了 以後這輩子都沒機會再做了 這個練習曲這個感覺 那 大學環島之後 就讓我 就是決定說 嗯那 好像真的 花更久的時間 去完成一件事情 似乎是一個 就業之後不可能的事情 那 所以我就決定 就是先完成自己的夢想 那 說到要自給自足 我開始在詢問說 那我 我開始在自己思考說 那我可以帶給別人什麼 那 那 就是 這好像就推估到另外一個 因為他自己自足 勢必是要 我可以謀生 我可以 盈利嘛 對不對 那我就開始思考 就是所謂的創業 似乎就是 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可是我覺得 另外一個比較 另類思考方式 也是在我營隊 培訓的時候 一個 講師提到一個很棒的觀點 就是 你今天 你有一個很棒的目標 像我想要完成夢想 我想要 交很多的朋友 可是 你那個目標是 你必須要可以 立他 你可以為別人帶來什麼 那 我就開始思考說 我可以為別人帶來什麼 那像 我就開始想 我喜歡跳舞 然後 我似乎 然後我從以前 就是在世間會 在農會的時候 就是學所謂的茶藝 有各位沒有聽過 台灣的茶藝 就是不是那種日本的 過來那邊抹茶 那種是 就是真的是 你要從 烘焙 然後到最後 葉子出來 然後你每一個姿勢 就是 你就端正的坐在這邊 然後 每一個手勢 每一個茶具的角度 然後到最後你的 那杯茶 茶色的品評 的那個東西 就是 我在世間會也曾經學到這些東西 那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 之後就一直帶著這個 尾兜兜 因為他剛好也是巧克力 就是他壞掉了之後 就是 他是唯一不會髒的圍裙 然後我就一直都別著他 那他就是 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咖啡官能鑑定 那就是官能鑑定 一個是所謂的官能品評 這部分就是 我一樣是 藉由各個不同的 咖啡 就像剛剛那個品酒一樣 就是 我從中 然後可以分析出 我喜歡的是哪些東西 然後 裡面到底有哪些味道 是好的 是不好的 那 就是我覺得 我可以利用這個特點 然後就開始思考說 因為我都一直在接觸 所謂的四號飲料作物嘛 就是咖啡 茶 然後我又很喜歡吃巧克力 然後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欸 為什麼大家都在喝咖啡跟茶 那 其實可可本身是一個 營養價值相較於另外兩個更高的東西 因為他 你想想看 就泡茶有茶葉渣 然後泡咖啡有咖啡 很簡單的道理 那你可可整個可以吃掉 那 他是不是應該 就是應該要更 更多人可以 就是更普遍的去 去引用的東西 那 我就開始在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可以跳舞 然後我覺得 我在這個可可的領域 應該算是 我對品可可的這個東西 應該算是蠻專長 那我就 我就開始思考 欸或許 因為可可的這個東西 又可以帶給別人快樂 那我或許可以用這種方式 帶給別人快樂 然後我就開始在 按 按 那 把球被也跑出來了 那 第一個當然就是 我希望可以 完成自己的夢想 那我就是 花更久時間去認識台灣 那 接下來 就是帶給別人快樂 我可以藉由我 跳舞的表演 然後藉由可可來 帶給別人快樂 那最後第三個 這其實是在 環島各個地方嘗試了之後 因為 我 我坐好這個推車之後 就是我找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 我們自己在 家裡 因為我們家做修演農場 我們剛好有一些木工器具 然後就四處收集廢木材 然後 做成這台手推車 然後 帶著這台手推車 然後花了13個月的時間 就是 在台灣 走遍台灣 就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那 接下來第三個 夢想 第三個 就是 秋波貝的第三個東西 是鼓勵 那什麼是鼓勵 就是 我到了 其實我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你想想過什麼西門町啊 然後因為我家是住深坑 那種深坑老街 觀光區 鬧區 然後甚至是一些創意市集 大家想過的 然後一些文創市集 的擺攤 都嘗試過了 然後 可是對我來講 就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覺得 收穫最多 或是感受最深的地方 就是在各大人院宵附近 那為什麼 就是 這就是一種鼓勵的感覺 就是 我希望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 然後 讓更多人可以 看到這個行動之後 哇 或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也可以很快樂 那這就是 試著做 發覺自己真的很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 不要去追逐很多 呃 名利啊 什麼的 然後去真的發覺自己真的很喜歡的事情 那個 得到的那個成就感跟滿足 才是 沒有辦法去 用金錢來衡量的 那 我就希望能夠藉由自己的行動 然後給 給大家這三個東西就是 呃 除了自己完成夢想 然後希望可以給別人 一點快樂 然後希望可以 讓更多人 可以去 做自己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那 接下來 就是 一路上就是真的很順利的 真的 就是因為 我當初很 就單 單純的就是單純 就希望能夠環島 然後 可以給別人帶來什麼 然後 就真的就是 一路上這十三個月來就是 呃 交到了非常非常多 很單純 就是我覺得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出了社會 竟然還可以 交到很單純 沒有任何厲害關係 你不會去 思考說 他可能 是不是想要 從我身邊 獲得什麼的那種感覺 沒有任何厲害關係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 單純真心的朋友 那 這對我來講是最特別 最珍貴的 這是這一年多來 得到最大的收穫這樣子 那 從 剛開始 不知道嘛 然後就是 我覺得我當初 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就是 在我把整個推車 做好之後 我就鼓起勇氣來 就是跟所有的人講 就是我決定要 出去環島做可可 你覺得酷不酷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酷 然後大家其實 表面上說很酷 其實就有點像在看銷化的感覺 那尤其是作為身邊的 呃 長輩 他們都會問這些很多的問題說 為什麼你都已經念到台大 然後你還要去 就是 就是 出來擺攤 當個攤販 你看別人 你看我們家小朋友 都已經申請到研發替代役 找到很好的工作 甚至都已經準備要去 我要念研究所 你看 你現在在幹嘛 然後 其實那時候我心裡是不會受傷 可是 呃 我當我看到我爸媽 就是 被家長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是 這是比較難過的地方 那其實很特別就是他們 從以前就是 呃 都不會去阻止我做任何事情 所以非常非常開放 那他們願意說 讓我放手藝博去做自己 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那大不了就這一年就是 呃 就是把自己燃燒殆盡 然後再回來 就是做一個乖乖的人 殊不知 殊不定 就發了根望之類的 就繼續要做其他很瘋狂的事情 那 這就是我的環島路線圖 那 因為我從我家開始 然後 因為我很嚮往肯定的生活 就是 就是早上起來 沒理就是衝浪 然後下午可能去運動 去交朋友 然後晚上可能在肯定大街擺攤 賺一整天的生活費 那個是我當初 非常非常嚮往的生活 那是實際上到最後 並不是我真的想往想要的生活 因為在那邊其實 非常非常多的觀光客 然後現在那邊其實 根本就被大陸人攻佔 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後來之後 這個自己還跟各位分享 那真的實際上 最後走出來路線圖 這是其中一個 台南應用大學的小幫手 就是幫我自己 重新畫的 這是一個真的黑板 後面的一個圖這樣子 那這真的實際上 就是照這個方式在走 那從剛開始沒有人 然後這樣接著越來越多人 然後 就是漸漸的 我就開始 沒有辦法去照顧到每個人了 然後甚至一舉一動 都會被放大檢視 那 到後來就是 陸陸續續會有一些 報章雜誌啊 報章雜誌啊 然後報導 這很酷 就是咖啡店 就會說我根本明明就不是在做咖啡 這就是一個新聞 就是必須要注重真實性 就是很莫名其妙一點 然後 最近還有人 就是最近TVBS報導 就是說什麼 我月收入十萬 我只是跟他說我一天賣差不多一百杯 然後他就五千 然後乘上什麼 週休二日 然後就變十萬 他根本就沒有計算說 營業額需要控除成本 這些事情 然後就說我收入十萬這樣 很酷 然後到了蘋果日報 到最後一堆人 就是一堆人 就開始好像從片片的消息就認識我 可是 就是因為 他們真的不完全認識我 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就開始產生一些負面看法 其實對我來講 最難調適的就是 就是原本有一群不認識你的人 然後卻因為 另外一群不認識你的人 然後 他們就看了一些東西 然後說你很廢 什麼你好噁心 什麼的 都我在上面 就聽到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PDT版上 或是 蘋果日報上面有一些留言就很酷 就是說 哎呀 你要做可可要找錢 好沒衛生 可是我就一個人 對 對很酷 然後怎麼你長好噁心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對 那這些東西其實對我最難調適 可是 每每就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 這很棒的東西就是 可以讓我重新的思考 我到底 想要給別人的是什麼 那 就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酷的事情 就是 但是 依然是 這邊在座 各位其實是 從剛剛所有的 分享當中 就發現是 大家都非常非常有想法 非常非常 尤其是剛剛那個 商業跟人文 那個結合那件事情 這是一個很酷的 獨立思考的方式 那其實是現在 非常非常缺乏的 那 意想不到 就是現在可以用各種 就是分享 然後繼續完成自己的 鼓勵的這個夢想 那 就是 甚至就是未來 會希望可以朝環保的方式 再繼續 前進這樣 那這是我 幫我關掉一下 然後 再未來就是 秋口貝爾想要做什麼事情 很簡單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卡通 就是 Snooby這個卡通 然後很像我當笑車司機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 欸 怎麼跑掉了 好 糟糕了 我浪費大家的時間怎麼辦 等一下喔 就是我很像我當笑車司機 然後所以 我就希望可以 把 秋口貝爾變成另外一個 其實當初 我把他申請商標 然後就 因為怕秋口貝爾不會過 然後我就 多申請另外一個 然後說欸 剛好可以拿了一種 明明自動已經註定好了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可以 就是把 就是 我向往那個笑車司機 結合現在可可的東西 然後想要 想要變成一家 可以到處遊遊走 認識更多朋友的餐廳 然後 現在我就正在 正在學大客車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就是 如果還沒有找到夢想 然後或許 就是可以從夢裡完成夢想 所以 就是說不定可以 就是 跟我一起這樣子 如果有意願 就是 想要一起衝衝衝衝之類的 就可以一起來玩這樣子 然後 其實到最後收穫 會有一個很酷的事情 就是 我在中間 環島中間 還認識到一個就是 就是我女朋友這樣子 就是真的找到真愛之類的 我覺得 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收穫 就是 這是我要分享的事情 好的 所以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